姚明,1980年9月12日出生于上海市徐汇区,出生时体重5公斤,比普通新生而重了几乎一倍。 小学的姚明是个喜欢读书的孩子,但因为身高不得不开始篮球训练。 姚明因为自己小时候因身高超群而感到自卑、性格内向,也是最受欺负的一个。 1989年,姚明开始在徐汇区少体校,开始进行业余篮球训练,姚明进入少体校的一个重要原因,是因为当时少体校的学生有伙食补助。 姚明的父亲姚志源身高2米08,母亲方奉弟身高1米88,两人均是打篮球出身。 1991年,姚明五年级毕业,身高已超过1米80,在班中他是最高的。 1993年,姚明的身高达到了1米96,进入上海大鲨与青年队训练。 2002年至2011年,姚明效力于NBA休斯敦火箭队,使中国的篮球热潮不断升温。 一剑连,1987年10月27日出生于中国广东省赫山市,中国职业篮球运动员,私职大前锋中锋。 父亲名叫义锦刘,身高1米96,母亲名叫麦美玲,身高1米73,他们都是手球队队员。 小时候的义剑连不仅个子长得快,臂展也很宽,手出奇的大,很多人都觉得这个孩子应该去从事体育。 但他父母都是从小搞体育的,所以,他们坚决不让义锦连再走自己的老路。 当初为了让义锦连接受良好的教育,夫妇俩费尽周折从鹤山搬到了深圳,送义锦连去好学校读书。 1999年,12岁,1米94的阿联和伙伴们,报名参加了深圳的街头篮球赛事,结果第一轮就被淘汰了,但一位在场边的业余体校教练戴一心,却注意到了阿联的篮球潜力。 他先是说服了阿联的父母,并让他参加深圳体校训练,又和CBA广东宏远华南虎俱乐部负责轻薰的教练联系,为阿联专门设计系统训练方案,从此便开始篮球生涯。 2002年,义锦连从CBA广东宏远队出道,后登陆NBA,辗转熊路,篮网,奇才,小牛,胡人,最后返回CBA。